大家好,我是小鱼巴 相信如果在英國買樓或者租樓的人 都一定會上Ridemove找房盤 但在Ridemove的Filter功能 又真是比較簡陋 譬如想找向東的樓 或者你租屋的,想找一些可以給你養寵物的盤 那又怎樣找呢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下我用的一個方法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這個頻道是講一些關於英國生活 但有比較少人講的資料 或者我的一些分析 有興趣就like,subscribe和share 好了,先找個區域,譬如Liverpool 隨便這個區 3000多間屋 大部份人,我想一來到都是看多少房 我只是找些三房 Propriety type 都可以 都可以看是否detached Semi-detached Terence 這些 那這些人都認識的 我想來到 Filter有什麼filter呢 我可以看一下它有沒有garden parking New home 但是都是一些很general的 的東西 如果我想找 這間屋呢 是一定要有套房的 即是主人房間、線索的那些 那怎樣找呢 其實這個功能很簡單 但是原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這裏有add keyword的功能 Click下去 那你就可以打一些你想要的東西 譬如套房英文就是en suite Enter 那你見這裏呢 Number of searches的result 沒有轉的 因為呢,它都是show sign那麽多個result 給你看 但是呢,它就會 將一些中到這個keyword的 盤 放出來 那第一間呢 不會中的 因為第一間呢 這裏是featured property 這些是給錢排第1的 所以它永遠都是第1的 你search 什麼都是第1的 那譬如看這間 OK 看看它的floor plan 嘩,這間屋好厲害 這間屋三間bedroom 三間都是on suite 三間都有自己獨立廁所 嘩,這間屋是否專門用來租給學生 自己一間房間也賣個廁所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廳 嘩,這間屋頗特別 不過都五十九萬 那或者舉多一個例子 譬如租屋又怎樣 我自己也是 我一開始想 住bristoll的 雖然最後就沒有去到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找不到一個 是給我養寵物的 因為我帶了兩隻貓 譬如這些filter 你根本找不到一個 是filter 寵物的 東西 那我就用同樣的方法 我就打 Pet Considerate 這樣就出了所有是Pet Consider 給我養貓的 的項目 例如按這個 它應該是在它的Description 就有寫到說是可以養 寵物的 Pet Consider 或是By Arrangement OK 先加回 好了 其實呢 這些 這裡有個灰色Pet Consider 就是你打個Keyword 就是中到你的Keyword 但是其實呢 它沒有中這個Keyword 它都放了出來 但是呢 下底這裡 它就會有個紅色 抹掉它 就代表其實這間 不中了 還有它也都分了 這裡就是 寫著No Matching Keywords 下底的 全部都是 不中這個Keywords OK 說完了 那麼 下一個你會遇到的問題 跟著就是 究竟我這些Keywords 我有什麼Keywords 可以搜尋呢 我心目中想找 那個 那間屋的一些特別的要求 究竟那個英文字 在這些盤上會見到的Keywords 是什麼呢 所以以下呢 我就Show給大家看 一些在 樓盤上常用的Keywords 好了 我先講了買屋的啦 跟著最後 有兩個單位我就講租屋的 那譬如在方向 你可以打 East Phasing 就是向東 Nord Phasing 就是向北 Colder Sec 就是一些 挖頭路 或者在Google Search 那裏翻譯 它就譯死胡桃 通常是這些樓 去到街尾 就是一個挖頭路 通常有圓形 被人掉頭 那有些 人就喜歡這些樓 因為它少一些車 靜一些 另外如果你說 Terence House 可以搜尋 End of Terence 通常在 最邊的樓盤 就是貴一點的 因為你只是 一邊的牆 給人 可能你家屋都靜一點 不會兩邊 吵到你 房間 房間 En suite En suite 就是套房的意思 例如像這裏 Master Bedroom 就有個 陶瓷 Utility Room 這個我初初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是聽了 鬆仔亂禁 鬆媽介紹 Utility Room 的重要性 有興趣大家可以聽聽他的影片 通常就是多了一間房 就讓你擺洗衣機 最好就有 鬆媽華 可以用來給你的小孩子 因為他這裏還有一個門 可以出去 譬如踢完球回來 就很骯髒 就可以放在這個 星盤洗 就不用擺去 Kitchen 那些泥 弄到Kitchen 骯髒了 然後是Balcony 就是一個騎樓 好像這些房 有些新屋也有些騎樓 另外 Fitted Kitchen 就是一些 什麼意思呢 Fitted Kitchen 就是這些通常一陣子 有桌子 連好 入場 這些廚房 爆了一些 洗碗碟機 洗衣機 甚至乎有些雪櫃也fitted 那些雪櫃是 在櫃裡面 開到門裡面 其實是雪櫃那些 Conservatory 就是玻璃屋 在這裡 玻璃屋有很多種的 有些是 連頂都是玻璃的 有些 Glass Roof 有些是不透光的 屋頂 接著就是 Clough Room 如果在買屋的意思 Clough Room 通常就是 在Ground Floor 進來 給客人用的廁所 應該是這個位 Clough Room 你看它只有洗手盆 洗手盆 有些連洗手盆都沒有 只有洗手盆 新的通常都有洗手盆 好了 講講和泊車有關 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 DETACHED GARAGE 例如好像這間屋 這間屋在這裡 和它的車房中間 是拆開的 是兩個unit 有些屋 很多都是黏的 GARAGE 我自己就喜歡 DETACHED GARAGE 不過有些人喜歡 是黏的 因為它黏的 可以做到 在屋內有道門 進入到它的車房 Double GARAGE 就是有些屋可以有 雙的 車房 這個很容易理解 DRIVEWAY 有些屋未必有DRIVEWAY 譬如 有些Terrace House 它外面是沒有自己的DRIVEWAY 它就要拍在街上 關於花園的 Rear Garden 後花園 Front Garden 譬如這裏 這裏前面一大塊草地 下個星期我的影片 就專門討論Front Garden 要注意的 DRIVEWAY PATIO 這個我不知如何形容 中文 但是簡單來說 通常是在你的屋 貼著花園 走出花園 但在美國的花園之前 有個位置 是鋪了 通常都是鋪了石屎 不是草 這個地區 可以放一些東西 放一些傢俬 坐 這個地區 叫PATIO 或者如果你是 很有錢的 上一間屋 連有泳池 你可以搜尋POOL 好了 另外有些是關於周邊環境 Amenities 這個字其實就是解 一些便利的設施 通常你搜尋出這個 都是說附近有超級市場 那些東西 Grammar School Grammar School Outstanding School XX School 其實如果你想說去哪間學校 近的 你把你的學校的名字打下來 如果那個盤 是其中一個賣點的 它一定會寫下去 所以你會搜尋到 另外你去搜尋 Train Station 有些人是很需要 Train Station Budstorp 或者你也可以搜尋 其他 關於合約成交 No Onward Chain No Chain 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是 Train 買樓的時候 最好就是No Chain Combie Boiler Boiler有很多種 System Boiler Combie Boiler Combie Boiler 即刻 即刻去熱熱水 就不用等 沒有一個大水缸 有些人就 喜歡Combie Boiler 我也是喜歡Combie Boiler 我也是喜歡Combie Boiler Panoramic Window 那些大 大落地玻璃 看到一個很大的 觀看 另外如果你很關心 那個 房子有多省電 你可以搜尋 Energy Rating A A是最省電 A B C D 你可以 自己搜尋 Energy Rating A B C D 或者E P C Rating 都是 都是 好了,接著說到租樓 租屋的通常就會是 剛才說的 Pets Considerate 是可以養草物的 Furnished 連家屍 或者如果你不想連家屍 就是Unfurnished Builds Included 就是包水電煤 除此之外就有 No Agent Fee 不用經紀用 通常寫No Agent Fee的 那些盤其實都是 From Open Rent Open Rent 就沒有經紀 是 業主自己放上去 但是 很多人把Open Rent 那些盤都會放上去 Right move 通常都會寫No Agent Fee Washing Machine 如果你想租屋的時候 一定要有洗衣機 你可以搜尋 Washing Machine 或者如果一定要有乾衣機 你可以搜尋 Dr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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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Burglar Alarm 防盜系統 Parking 有些租樓 例如Turrence House 或者apartment flat 那些 它未必有車位 如果一定要有車位 就加上Parking 好了我相信我這裡 介紹了那麼多 keywords 都可能還有很多 還未包在這裏 我亦都說不太多 如果你有些好的keywords 是 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歡迎你留言 讓大家 觀眾都可以看到 未like和subscribe的朋友 歡迎like subscribe 和share這條片 最好就按鈴鈴 之後我出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祝大家移民英國 事事順利 拜拜 拜拜